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从以色列人 公元前750年前的以色列人 他们的身上 从阿摩斯这位先知对他们指出来的盲点 来学习我们今天的教会应该要如何往前行 今天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系列的第五讲了 也是最后第二讲 那在下一个礼拜就是最后一讲了 那是由于牧师会为我们做这一整个系列的一个完结 那今天我讲的这个第五讲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我知道阿摩斯书这一整个系列 大家可能都听得都是好像很沉重的 都是在被责备的这种感觉 是的 这个是当时的先知非常吃力不好好的一个工作 必须把神一些严厉的话带到 但是感谢神也因着这些严厉的话 可以唤醒我们的话 那我相信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的 而我今天要看今天的经文之前呢 我想分享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告诉我们现代人 我们知道很多人 什么叫做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来看一下 2018年11月13日 早上9点过一刻 我比昨天又长帅了0.38千克 我以为帅气如我 已经没有了增长的空间 没想到还是突破了极限 重新定义帅 这位抖音首席颜值科代表 我知道整条街的人都在暗恋我 拿根冲的那个大省 别抓了就是你 杂货铺的小方 别演示了 你后脑勺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你 还有龙杆一丝花小红 来来老爹 自古多情空与恨 我是你们永远得不到的男人 哎呀 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 不能亲吻自己可爱的脸庞 所以公元前750年前的 这群以色列人 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 我讲的是北国以色列 犯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 活在自己的泡泡当中 这样的一个盲点 所以以色列人是如此的 从前面的四讲 我们可以看到说 不管是对外国人 对外邦人他们的理解 他们的批评 或是对他们自己在敬拜神 他们在圣殿里面的行为 或是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里面 他们在工作上 他们在生活上 他们的不公不义 他们的不怜悯 都是有盲点 都被阿摩斯一一地指出来说 你们错了 你们错了 你们错错错错错 这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状况 所以我们看了求是讲 我们也读了阿摩斯的前六章 阿摩斯讲了这么多批评 要来颠信以色列人的话 可是以色列人有没有悔改 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呢 他们后来接受吗 还是不接受 还是另外他们有什么接招的方式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段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在 我们看到说 阿摩斯他有看到很多很多的异象 他一共有看到四个异象 前面我们稍微有跳到第八章 看到有一个夏天的果子 就是一栏水果的异象 神让他看到这个画面浮现在他面前 另外是一个准神的一个异象 所以很多的这个异象 四个异象 当中第三个异象 跟第四个异象的中间 有那么一小段 这一段话 在整个阿摩斯写的 因为他是用尸体写的 阿摩斯对以色列人这些批判 从神领受的话语 他是用诗把它写出来 但是在整个尸体当中 有一段它不是诗 很小一段 那我们把它挑出来看 它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对话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对话 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话呢 它是一个业余跟一个专业 两个不一样的 一个是业余的 一个是专业的 这当中他们彼此的对话 那是怎么样的一段对话呢 我们来看 经文我来读 是阿摩斯的七章十到十七节 伯特利的祭司亚马歇 派人向以色列王 耶罗伯安报告 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 这国家不能容忍他说的话 因为阿摩斯这样说 耶罗伯安必死在刀下 以色列必被掳 离开本国 亚马歇对阿摩斯说 你这个仙剑走吧 滚回犹大地去 在你那里可以找石 在那里你可以说预言 但不要再在伯特利说预言 因为这里是王的圣所 是王国的圣殿 好 再来 阿摩斯回答亚马歇说 我原不是先知 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我本是牧人修理丧树的 但耶和华选招我 叫我不再跟随羊群 他对我说 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 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因为你说不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 不要说攻击以撒加的话 我们最后看阿摩斯对亚马歇的接语 他说所以耶和华这样说 你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 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 你的土地必被人良度瓜分 你自己必死在不洁之地 以色列必被弄离开本国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的 我刚刚讲的 在整个尸体当中一小段对话 是一段非常激烈的一段对话 那我们先了解说这号人物 阿摩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他是从南国犹大来的 但是亚马歇是谁 哪来的这号人物 圣经别的地方 没有记载亚马歇这号人物 有别的亚马歇 但是不是这个亚马歇 有别的国王 也叫亚马歇 圣经里面出现四个亚马歇 但是这个亚马歇 没有别的地方有记载 他是谁呢 他是当时在伯特利的祭司 伯特利在哪里 我们记得吗 之前有看三次地图 在北国 在北国跟南国的 差不多交界上面 所以在北国的最南端 在那里我们合理推测 因为他是伯特利的祭司长 等于是那个圣殿的什么 住持啊 所以他就是可以算是什么 整个北国的宗教的最高领袖 是国王亲自指派他的 所以呢 我们也合理推测 因为在伯特利有这个什么 金牛犊 之前有读到 因为耶罗伯安在那里 设了金牛犊 所以亚马歇很可能就是 那个金牛犊的圣殿的大祭司 所以他是负责 敬拜献祭给那个金牛犊的这个人 他也是国王自己指派的 所以他是整个北国以色列的 宗教的最高的领袖 他是这样子一个身份 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这里 当阿摩斯发出了那么多的预言 要来攻击以色列 应该说叫他们要悔改 但是对他来说 这是个攻击 不是吗 所以呢 亚马歇在这里怎么样 他就回击了阿摩斯 那他做出了四大的指控 有四个人身攻击 他不一定是攻击 这个阿摩斯他说的内容 他是直接攻击这个人 我们来看看他攻击什么 他说 你不是本国人 你是来捞钱的 你有政治目的 我们这里高大上 好的很 也就是说什么 用不着你 你来这里废话少说 这个感觉 好像我们在台湾 每次选举的时候 那个候选人出来 就标准的抹黑对方 四部曲 就是这样子 先什么 你不是本国人 你如果不是这里出生的 你一定不爱这片土地 你一定不会为这里的人民发生 你凭什么滚回去离开 这个是什么 排他性很重 有没有 所以就直接要把 不是亚马歇 把阿摩斯给排除在外 就是你是南国来的 我们是北国人 你在这里讲什么啊 你 这个意思 再来是 你是来捞钱 他说 你回去那里找食吧 不要在这里找吃的东西 因为当时很多什么 假先知 假先知做什么 偏吃偏喝啊 有的是国王力的先知 然后就养了一公的先知 那些先知讲什么 国王爱听的话 哎呀大王您真是英明 哎呀大王 你今天出战一定是捷报 整天讲这些好听的 国王听了就很爽快 就继续去做他的事情 就这样子 给国王一个心灵的慰藉 所以宫里面的很多先知是什么 假先知 可以轻易地过王宫的生活 那亚马歇的说 你来骗吃骗喝 少来这一套 对不对 再来你有政治目的 哎你是不是南国派来的说客啊 想游说我们大王啊 还是你想要这个 在我们这个民间里面 怂恿大家 做乱啊 让我们去 把我们的心 就是归给这个 把我们的心掳掠 让我们对于 重新对南国 因为毕竟耶路撒冷在南国 所以让我们重新对耶路撒冷忠诚 那我们不就是变成叛乱分子了 背叛北国了吗 你想要私下在那搞统一是不是 这个是亚马歇的指控 对不对 然后再来他说什么 我们这里高大上 我们这里很好 我这里是圣殿 我这里是王的宫 有没有他前面有说到 说这里是王的殿 是圣殿 你是什么 你哪里来的 敢来我们这里 这么尊贵的地方 在这里撒野 因为他瞧不起阿摩斯 阿摩斯是什么 牧羊人 对不对 所以他怀疑他的身份 他怀疑他的地位 根本不够格 你在这里说什么 你连站在这里的份都没有 你凭什么 这是亚马歇的人生攻击 那我们就来看 阿摩斯怎么回答 他说 我不是先知之子 我不是先知的门徒 我都不是 因为古时很多的先知是什么 他的爷爷做先知 他的爸爸就做先知 他的爸爸做先知 他就做先知 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 祭司也是 祭司就更是代代相传的 爸爸爷爷做祭司 祭司儿子一路就是做祭司 家族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 但是阿摩斯他这些都不是 他是一介平民老百姓 一个牧羊人 他说什么 我是牧羊的 而且我有时候还要顺便负责 看管桑树 他要负责修剪一些桑树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亚马歇会认为说什么 那你根本就不是专业的 我们是专业的先知 我们是专业的祭司 你在说什么 但是阿摩斯非常老实地回答 我都不是 但是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 所以我必须来这里告诉你们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顺服神 来到以色列 说这些吃力不讨好的话 其实对阿摩斯来说 反而是他吃亏的 他必须放下他的工作 他的羊怎么办 他的经济损失可能很大 他的伤数怎么办 他还回不回得去 还是个问题 被人家觉得是冒牌的 可能就被拖出去斩了 所以他用这样子来说 我不是来骗吃骗喝的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所以我必须来 我没有政治目的 我是牧羊人一个 我这个样子 一个牧羊人 像是南国犹大的王会派来的人吗 他难道不会派 我一副外交官的样子吗 我一副钦差大臣的样子吗 不是 我不是派来的说客 我就是一介牧羊人 就这样 所以这些是阿摩斯他的回答 他既没有政治经济的目的 他也不是来做什么说客 他也不是要来拆这边的台 就是刚好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他必须去把它说出来 但是我们看到 亚马歇他的这样子的反应 这个反应 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 对不对 他不愿意承认 他不愿意接受 这是亚马歇的一个很大的毛病 他直接否定 而且非常地 我们讲defensive 非常防御性的就是什么 直接攻击阿摩斯 可以完全不经思索 啪 一二三四 连环招 四招去打击阿摩斯 他绝对不接受 还要反击 这个是他的一个大毛病 所以我们看到 真是一个圣经里面 很明显的一个反派的人物 但是如果我们也来 好好地想想看 亚马歇犯的这些毛病 其实呢 也就是我们会犯的毛病 容许我来 人性化地处理 亚马歇这个人 我们如果圣经很快地读过去 我们就把他想说 对 反正就是一个反派角色 出来攻击阿摩斯 反正每个先知都很辛苦 都是吃力不好 都会被人家打击 对 当时的先知真的都是 真的先知都是很辛苦的 都是顾不得性命 要来为神 传递神的话语的 都说些不好听的 都是随时有人头落地的危险的 那我们就说 阿摩斯 不是阿摩斯 亚马歇很糟糕 但是亚马歇 他的这些怀疑 很多是合理的 他的这个四大攻击 人之常情 很多人都用 甚至我们可以推测说 可能都是合理的攻击 万一是真的 阿摩斯是假先知 怎么办 假先知来 当然要查验一下 当然要稍微品头论足 从上到下 打点打点 测试他看看 对不对 不能什么都马上接受 所以有可能是合理的 我们看到亚马歇 他这些反应 其实我们 我们当神的话 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去用它吗 应该说我们会去接受吗 我们会去把它行出来吗 不一定 我们也像亚马歇一样 不一定我们会行出来 比如说我们 就像上个礼拜 我们提到的好了 耶和华要我们行公益 去怜悯受欺压的人 去关怀那些 社会上弱势的族群 这是神的道 很清楚 可是当我们听到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可能会说 哎呀这个人命不好 不能怪我 不关我的事 他自己命不好 跟我没有关联 很多人心里会这样说 甚至是 我们有时候是一种什么 逃避的心态 我们就说 这个对 不关我的事 因为反正 我也想做 但是什么 他都不这样做 你看周围的 其他人也没这样做 我的左邻右舍也没这样做 那我也不需要 反而自己就不好意思了 就觉得我做了反而很奇怪 就给我自己一个很方便的借口 所以我们观念上也好 我们的心态逃避上也好 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话 我们不愿意接受事实 跟亚马逊很像 我们还像亚马逊哪里呢 就是如果说的人 把神的话 把真实的事实 带给我们的这个人 在这里的话 就是阿摩斯 对不对 阿摩斯把神的话带来 但是这个人 不合他的胃口 不合亚马逊的胃口 所以他就不听 同样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 因为对我们 说实话的人 因为对我们说 真的有帮助的话的人 不合我们的胃口 所以我们也不想听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 今天弟兄姐妹 你想想看 今天就用自己当作例子 如果今天 说我就用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如果有一个外地来的人 假设他是从国内 很农村很农村 很偏乡辟野的 乡下的地方来好了 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的 一位弟兄 那里家庭教会的弟兄来 跟我说 哎呀 黄牧师啊 神的心意是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把我批评得一塌糊涂 说哎呀 你们教会这里要改进 哎呀 黄牧师 你这里要改进 我能够接受吗 我心里在想什么 你是哪来的 我这里是美国耶 我弟兄姐妹都是 百分之九十五十高知识分子 好多台下PhD 都博士 你哪来的 或许我当然不希望我会这样想 但是有没有可能 我难免去那样想 因为他在我的心目中 不是我认为 会把神的话语带来的那个人 我连看他可能都觉得不够格 因为不合我的胃口 那我们就说好了 如果今天换作我们自己每个人 我们来想说 如果今天是一位没有信主的朋友 他不是基督徒 然后呢 他告诉你说 哎呀 这个哪一个方面 他真心地 善良地 给我们一些批评指教 可是我们愿意接受吗 如果 虽然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地虚心 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接受这件事情 弟兄姐妹 神会透过非基督徒 来跟我们说话 来修剪我们 都是有可能的 这个圣经里面很多这样子的记载 如果对方是什么 我们看到亚马歇认为 阿摩斯 你根本就不专业 你不是先知 你也不是祭司 你爸爸 你爷爷都不是 所以论专业 论地位 论辈分 你是算老几 所以说 阿摩斯完全没有办法 符合亚马歇的胃口 不专业 没辈分 没地位 我们 是不是当人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先分析一下他的辈分 他的地位 他的专业 好像我们现今这个时代 二十世纪 后半段讲求专业 所以我们落入了一个叫做 专业的迷思 好像只要什么是专业的 就一定最好 一定最对 Professionalism 英文讲 哦 这个人是一个Professional 他就很厉害 该听他的 哦 他有PhD 绝对是权威 他说话有分量 但他说的一定对吗 没PhD的人说的一定错吗 为什么我们常常 会去落入这个迷思呢 过去我在工作上 我不断地鼓励 我公司里面的同仁 说什么 我们要能够广纳建言 任何人有好的主意 就让他抱上来 抱上来 尽量地让他说 我们收集各种各样好的idea 哪怕今天是打扫的阿姨说的 你也要听 因为来源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要的是好的主意 我们是要的是心好的创意 好的改善的方式 好的等等等等 只要是好的 谁说的都好 难道因为他是打扫的阿姨 就不让他对公司提出建言吗 让我们有这个心胸来接受 就跑向我们自己一样 有时候是孩子 今天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什么 我们可能心里就很不舒服 你敢对你爹娘这样 可是可能他是真心的 有几分真实在里面 那我们能不能够虚心的接受 虽然他的位分 辈分都比我们低 那就不讲专业 不讲什么辈分的这个问题好了 哪怕是对传道人的话 我们能够接受吗 今天我非常感谢弟兄姐妹 因为我来这里一年多 弟兄姐妹对我非常尊重 我非常感谢 我也非常珍惜 所以我在这里讲 并不是因为有人抨击我 不尊重我 不是 但是我是论总体而言 如果有一天 我跟你一对一谈了 然后我真的跟你说 哎呀 弟兄啊 哎呀 姐妹啊 我看到这一点 那这一方面你真的要 好好地悔改 我真的想告诉你了 你听得进去吗 我是专业的哦 你要听吗 我是传道人啊 可是你听得进去吗 这个我们大家要自己 好好地思考思考哦 那如果是不是传道的人 不是专业的人 没读过神学院的人 来告诉你 那不是就更不用说了吗 今天如果有 平信徒的弟兄姐妹 来告诉你 说 哎呀 弟兄 哎呀 姐妹 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 你应该好好地祷告 寻求神 这可能他就是 很客气的意思说 你要悔改啦 但他讲得很客气 哎呀 你应该在这件事情 好好祷告 寻求神 你听得进去吗 他不是专业的哦 他没读过神学院 你能够接受 他的话吗 你心里会 我们心里可能会怎么讲 你又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 我心里面的感受 如果你会想说 你是业余的 你又不是心理医师 你又不是有执照的 这个心理辅导员 你又不是亲子专家 如果你在讲的是亲子关系 你又不是婚姻专家 如果你在讲的是婚姻关系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那就算今天是我 或是于牧师 我们是有神学背景的 我们来告诉你说 哎呀 弟兄 你要好好的 在这件事情上 祷告寻求神 要悔改 但是你心里面会不会说 哎呀 其实 你客气没有讲出来 可是心里面说 牧师啊 你又没有经历过我的处境 你怎么知道 这是我们人很有可能的反应 某件事情不合我们的胃口 我们就不见得愿意去接受 所以很妙 我们人是充满矛盾的 我们自己内心是冲突的 我们祷告寻求神 希望一件事情能够得到应允 我们说神啊 求你光照我 神啊 求你显明你的道 求你把你的话语指教我 让我们可以来了解神的心意 让我们可以来听到神的声音 结果等到神真的拍一个人 在你的身边 要来告诉你的时候 其实你的祷告蒙应允了 可是我们没有认出这个人来 我们没有把神带给他的声音 听进去 因为他不合我们的胃口 他说的话也不合我们的胃口 这个是亚马歇的问题 也是我们人类的通病 可能是我们对方的说的方式不合理 所以我们就说他不合理 我没有办法接受 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理由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往往就跟亚马歇一样 没有办法认出来神的声音 自然就没有办法去做出正确的回应 因为没有认出来 但是我们要知道 回过头来我们仔细地再想想说 我们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就是要能够认出神的声音 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 我的羊 怎么样 认得我的声音 这是我们人生的功课 学习听从神的声音 圣灵很大声跟我们讲话吗 圣灵用很激烈的方式 来push我们 来推动我们 叫我们做什么吗 往往不是 他用微小的声音 極细细维的声音 在我们心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对神的声音 神的话敏感 我们要学会认出祂的声音 这个是基督给我们的宝贵的教训 而我们也要因此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 神的道领导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做出正确的回应 可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整理了几个原因 在左边神告诉我们 神的道是什么 祂的道是要为受欺压者伸张真意 神要我们不要做守财奴 神要我们不要有部落主义 就是自己搞自己的小圈圈 只跟自己的人的好 有排他性 我们不要担忧 就是我们不要去担心东担心西 然后过度的计划 就是凡事都要计划得很周密 我们才愿意去做 稍微跟计划不符合 我们就不做了 然后要遵守性的道德 没有错 我们身体要圣洁 然后我们不要骄傲 这些都很清楚 其实大家都知道 神要我们这样 左边这些是神的道 没错 但是我们的反应 我们错误的反应 往往就是右边这三样 什么呢 装作没有听见 直接拒绝 然后我们不愿意学习 不愿意操练 这个是我们人常常落入的一个陷阱 有时候我们直觉反应就是 没事 不关我的事 直接拒绝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这三个反应 是我们常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也 因为我们跟亚马歇一样 亚马歇怎么样呢 为什么他这么拒绝呢 我们不知道亚马歇当时他真正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是因为他瞧不起阿摩斯 所以不接受 但是他是否是了解阿摩斯所说的话 真不真 他有可能认为是假的 所以他一概不理 但是说不定他心里面知道是真的 只是他不愿意做出回应 他不愿意改 我们不晓得他是哪一种人 有可能是 反正这些都是 阿摩斯是假先知 所以不要理他 有可能是说 阿摩斯是真先知 但是因为跟我利益冲突 他如果说的这些东西是真的 以色列人需要悔改 以色列王需要悔改 那我的财路就断了 我的官位就废了 因为他是什么 金牛肚的大祭司 对不对 回转归向神 好啊 金牛肚没了 我也被炒鱿鱼了 所以亚马歇可能知道 但是因为这件事 威胁了他的工作 威胁了他的地位 断了他的财路 他在那里 大祭司日子是可以过得很好的 大祭司可以穿得金碧辉煌的 全身名牌 吃香的喝辣的 当时的大祭司真的是 日子过得不错 所以因为这样子 很可能 所以他不接受 我整理了 再下一章 因为跟我们有利益冲突的事情 因为跟我们的理念有冲突的事情 我们很自然就不想要去做 那又为什么呢 我们再看下一章 我们也因为我们常常缺乏去面对那个真实 面对现实的勇气 我们不敢做出改变 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真实的问题 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贪图眼前的安逸 这是我们有可能遇到的反应 他背后的原因 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自我省察 说有没有在我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因素 今天的教会严重地世俗化 不管是这边华语部也好 不管是我们整个英文的十几个聚会也好 这边所有的弟兄姐妹 Black Hawk的弟兄姐妹也好 或是很多的福音派的教会 很多的天主教的教会 很多灵恩派的教会 一样 任何的教会现在在西欧 还有在北美 面临这个教会严重世俗化的问题 本来我们也就是教会 也就是神的子民要来影响世界 把神的道带给世界 但是没想到反过头来 世界的价值观把我们入侵了 我们都沾到了很多世俗的观念 甚至还把它抓得紧紧的 因为我们所追求的 因为我们所追求的 跟世人一样 因为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生活 我们用我们的时间的方式 我们用我们金钱的方式 跟世人跟教会以外的人 每两样 这让神很忧心 所以我们就不想要做出正确的回应 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很好 但是求主给我们勇气 来面对这个真相 来拥抱这个胜利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 在整个气管 就是企业管理 management这一方面的研究 不管是做研究也好 或者是这种大众的 一般的popular的这种 大家喜欢读的气管的这些书籍也好 有产生了一个浪潮 自从那个恩隆的那个案子 那个弊案出现了之后 大家开始重视道德 还有愿意接受残酷的事实 你不去面对它 你不断地包装 闪避 躲避它 做假账 掩盖它 最后就是垮台 最后就是坐牢 所以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多的 这样子的书 跟这样的研究出来 其中里面 我特别拿出来提的 有一本叫做职场软实力 是科劳德博士写的 他也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的心理学家 那我介绍一下 职场软实力 英文叫Integrity Henry Cloud 就是很有名写很多什么立界线那个 为婚姻立界线 为工作立界线 为孩子立界线 后面我们也有他的书 他说财经杂志 Fortion 500大企业的顾问 克劳德 他认为要真正成功 是没有速成的捷径 而是扎扎实实地培养六大内在素质 成为一个对的人 勇敢地承担现实的挑战 从成功迈向卓越 他里面说了一句话很好 我写在最上面 他说什么 谎言的代价 往往远高于认清事实的代价 让我们愿意去认清事实 勇敢地面对他 他这里有六大内在的素养素质 他花了六章去写不一样的 其中的第二章跟第四章的标题 就叫做这个 叫做认清真相的能力 是企业必须要有的 还有什么 拥抱问题的能力 你要去拥抱那个问题 勇敢地去面对去解决他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 很有名唐太宗李世民 对不对 他身边有个谁 魏征嘛 整天说难听的话 但是唐太宗说 魏征是他的一面子嘛 镜子 因为让他看清真相 让他看清他自己人格的一些缺点 而去改善 而去或者是压抑他人格的缺点 做出正确的决定 所以造就他成为一代贤君 不是吗 所以我们都知道 忠言逆耳 我们都知道良药什么 苦口 中国人不是不懂这个道理 感谢神 透过阿摩斯 透过亚马歇 让我们知道 在神的道路里面 我们同样需要被踮起 我们知道 在我们整个属灵的这条道路上 神要我们走的这一生 我们灵命地长进的这条路上 我们需要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我们今天讲 我们必须认出神的声音 不管是你读圣经也好 不管是你身边的人 神透过他对你说话也好 我们需要认出他 或者是圣灵在你心里面的 微小的声音提醒你也好 认出神的声音 再来我们必须 听到神的声音之后 顺服 降服在他面前 放下自己 我们才能够走上 神为我们预备 最美 最自由 最丰盛的那条道路 耶稣的教导 是这样子的 他希望我们 把他的话听进去 我们看马太福音 我有马太福音来做总结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 又遵行的 就像聪明的人 把自己的房子 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 那摇旱那房子 房子却不倒塌 因为见机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些话 却不遵行的 就像愚蠢的人 把自己的房子 盖在沙土上 雨淋水冲风吹 摇旱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的很厉害 求主帮助我们 听又遵守他的话 把房子盖在 那个最稳固的根基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恳求你帮助我们 主你是大牧者 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 让我们专心聆听你的声音 让我们认出 主你的话语 透过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对我们的心说话 求你基督的爱 再一次激励我们 天天激励我们 让我们愿意来顺服 降服在你的面前 我们生命被你改变 来行出 活出你的道 我们知道你 深深地愿意 改变我们 陪伴我们 给我们力量 活出你丰盛的生命 走上你那美好的道路 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